8月21日,一场主题为《2020大选风险管控》的座谈会在台北举行。 主办方《中国时报》、《旺报》及《旺台基金会》邀请台湾多位专家学者, 就当前香港局势、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等热点议题进行探讨。 多位台湾学者提及,两岸关系风险系数因民进党当局对香港事务伸手而急剧升高。 中央社前董事长、专栏作家陈国祥发言时提到, 香港一部分游行示威人士挑战到一国两制底线,和外部势力相联系, 势必使矛盾进一步升级,台湾当局对其提供庇护的行为不正当。 有不少的人,他们已经挑战到所谓一国两制,一国主权这个城市。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运动里头,我们看到有人出现的跟外部势力紧密联系的状况, 这就会使得运动更加的变直。 台湾大陆地区高校学生协会理事长陈建仲说, 面对明年选举,一些政党认为在涉港议题上操作会获利, 但这样的操作对于台湾老百姓来说不一定有说服力。 现在比较担忧的是台湾因为面临明年的选举的压力, 那有些政党可能会认为他必须要在这上面去操作, 去获得这个选举的利益。 但是这样的操作事实上对台湾老百姓恐怕是不见得会相信的。 两岸最好的方法是回到建制,回到原来的九二共识的正确的轨道来继续来促进交流,促进对话。 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淡江大学荣誉教授赵春山和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登吉均说道, 两岸及中美关系之间的不确定性因素升高,民进党当局不应介入香港事务。 赵春山认为,受内外多方面因素影响,两岸关系到了紧张的时刻, 何则两利,分则两害,不论谁在明年的选举中胜出, 都应认识,两岸之间当以何为贵。